通过网络防火墙控制思想 培养一批权威专家 不断地共产党的思想体系 各种网络大咖 网络粉红 当老百姓有质疑声的时候 首先出来 洗脑百姓的就是这些权威专家 利用国家民族大义之类的用词轻而易举 就把平民的思想控制了 典型的就是钟南山 胡锡进 司马南 金灿荣等等 随后网络大咖 网络粉红出来配合 老百姓不被洗脑都不行 长此以往老百姓的思考能力就没了 分辨能力也没了 他们的问题完全被这些权威专家回答了 同时他们的生命就掌控在共产党的手里 想打就打想杀就杀 若民之处 削弱平民的经济能力 共产党的天价房地产 航式骗局的股市 也是削弱平民经济能力的手段之一 高额的税收 高额车价 易租宝骗局 油价等等一系列 在共产党的反复操作下 平民的经济能力 基本消耗殆尽 已经无力反抗了 最后被共产党任意的宰割的弱民 平民之术 在共产党的奴隶之下 基本80%的行业 都要工作十多个小时以上 让平民每时每刻都疲于奔命 永远为了共产党的房贷车贷 各种贷款 让你永远生活在疲惫中 永远让你没有时间思考共产党对你的奴隶 人权 自由这些 本该有的这些 至到累死你为此 当你快死的时候 共产党的医院 最后再把你剩余的血汗钱吸取干净 死了拉倒 子子孙孙继续被共产党奴隶 不复批发货 那时候人三年还经常还有人来逛街把孩子留的情况 平民之术 共产党的在封城核酸一系列操作之下 平民的自我的生存能力基本没有了 满大街店铺倒闭 工厂倒闭 没有就业可言 生存挣扎中的平民这个时候就有求于共产党 当共产党重新恩惠于平民 水深火热的平民又开始对共产党感恩怠惹 往后就更加依赖共产党 只有消灭共产党这一系列的灾灾难 不会发生 平民才不会被侮辱 辱民之术 从人格上侮辱平民 让平民丧失人权和自信心 产生自卑 甘愿受侮辱的心理 毫无人气的封城 天天用核酸折腾侮辱 对平民不断的侮辱 自信心基本就没有了 共产党非常清楚 想要永远地享受这十四亿奴隶的鲜血 达到永远奴隶的效果 这些残忍的手段必须要做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